烤芙 烤芙 烤老丈夫 上海里有些老菜 只有一个文化的是鱼女 这些烤芙少了老人工 老好起来 把四个别处 这五楼给烤芙 没有好 留下精 把人家做做的 食材 烤芙胡萝卜香菇 木耳花生米黄花菜 喝满清香的烤芙 一袋一斤 配料相当干净 纯小麦面粉和饮用水 货品非常干燥 无杂质 切割的小方块很整齐 无碎粒 根据说明 温水泡发一小时 这里泡发了一两半左右 烤芙泡发率很高 泡出来的水不浑浊 再冲洗两遍即可 QQ弹弹 泡好的黄花菜 把上面的根捡了 然后把黄花菜打一个结 打过结的黄花菜 炒好以后不会散松 吃起来有绞劲 如果吃口喜欢松的 就不需要打结 泡发好的干香菇的根捡了 这个香菇肉比较厚 把它剔成两片 胡萝卜切丝 锅里水烧开 黑木耳倒下去先焯水四分钟 然后把烤芙香菇胡萝卜黄花菜 一起倒下去再焯水两分钟 捞出来 不要控干水分 再烧开一锅水 把花生米倒下去泡一分钟 泡过的花生米炒出来比较松不硬 用厨房纸把花生米吸干水分 调味料需要生抽老抽花雕料酒冰糖 冷锅冷油先把花生米倒下去翻炒 火不要太大 两天小火炒到花生米七八成熟 关火盛出来 把花生米一碾掉 碾掉一的花生米白色的好看又好吃 你就是刚刚的油脂 那酥油热的烤巴烂到的豆子非常焯匀 放入冰糖 生抽 老抽 重点来了 加适量的花雕料酒 花雕料酒取代水 两圈中小火不断翻炒 酒气挥发 烤芙吸收了酒香 吸收了香菇花生黄花菜的鲜味和香味 这个饭水就会重新加热 这种火腿比较 不用断菜 一共饭 撒8分钟 撒8分钟 散开 熟 在这里腰慢慢煮 咱们在热度馅装 它是用手的 热度馅时代用手 准备了 碗在辣茄 鱼里面 吗 雪